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GenSpot的香蕾 今天我帶了兩件負重背心來 是想講解給大家 選擇負重背心的六個主要條件 我待會逐一講講 選擇負重背心的第一個主要條件 就是我們應該試試在跑步或跳動時 衣服是否會動來動去上行跳動 我們穿了之後可以做一些跑步的動作 甚至乎一些跳躍的動作 如果他的衣服是動來動去 代表這件衣服不是一件好的負重背心 但這件衣服是一件好處 相信這件衣服是一件好處 這件衣服是一件好處 是一件好處的 因為衣服是一件好處 因為衣服會移進去 令你的衣領會頂住頸 或者是有時它的駁軌做得太出 有一些跑步的動作 或者是一些難度的動作 舉手 或者是射球 會阻礙你的動作的時候 這件就不是一件適合運動的負重舉手 第三個要考慮的因素 就是它究竟可不可以在你的身體固定得到 而這件負重背心的好處就是 它有兩個固定的部位 很多的負重背心只有一個 再加上它可以有一個調教 如果你的身體是比較肥或者比較瘦 它都可以適合得到 大家要在買負重背心的時候 都要留意究竟它們的固定設計是否 那第四點要考慮的就是 重背心究竟是可不可以清洗 以及容易清洗 在我們買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都沒有考慮到 就是重背心在我們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會出大量的汗 令到它是骯髒和有些汗味 如果衣服很難清洗 或者重量很難拿出來的時候 對我們每次清洗都很不方便 大家要注意 那第五個要考慮的因素就是 重背心的重量是否平均地分佈在衣服 因為有一些不好的重背心 它們會集中在前面或者後面 令到人的姿勢是不整痛的 那這一件的背心它的好處就是 它是由每一塊一磅的小圓塊去組成 那就平均在這樣分佈在 前背心的不同的地方 令到重量不會聚在前面或者後面 那第六個要考慮購買負重背心的因素就是 它究竟是否適合你做運動的訓練呢 那你見到這一件背心 是有多重的拉鍊的設計 是可以拆除或者增加不同的部分 變成在你訓練不同的運動的配合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設計 這個是一個非常方便的設計 可以做一些什麼訓練呢 可以做一些什麼訓練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單腳流流的跳躍練習 那就是左右左右左右流流的 身體會左右左右流流的 甚至我們可以做一些跳上去 是訓練我們的肌肉的放鬆和收縮的方便 是什麼時候可以做的 但是上的時候呢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